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的早上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浪费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先和各位说一声 早晨 除了支持我们《望向编辑部》之外 亦都要支持香港政府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局的工作 尤其是近来相当之忙 就是这个保安局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又要处理支联会的问题 612 真普选联盟那些古灵精怪 整班奇迷怪 太多这些了 还有石牆花 多谢各位网友 今天早上 准备在录节目之前 收到很多网友都发过来 就是说关于石牆花 盛传说有机会就快就宣布就倒闭了 让我组织一些资料 还有看看邵家军这个白虎 现在究竟在搞什么 再推敲一下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的决定 老生常谈的 事出必有因 除非他真的是一个瘋佬 但是他当然不是瘋佬 搞得到石牆花 就算是有些人也是炸瘋扮傻的 先回来 有些人炸瘋扮傻 都没有可能叫做瞞得过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相当之势力 昨天见他专访都说 会着手推动这个基本法的23条立法 希望就在下个立法会的会期里完成 我想以他的工作的速度 或者他的机动性的行动力 我相信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再加上他的口才 和他的转数也够快 未来会谘证一下公众 对于如何应对公众方面的提问 或者叫做质疑等等 我相信他是出出有余的 他也形容立法会是会尽快处理 越早越好 另外再说回 刚才所说的 有些人扮鬼扮马 扭来扭去的都搞不定的 就是什么呢 有关于612惨无人道支援基金 还有这个真普选联盟 说回警方国安署那里 一较早前 就要他们提交一些文件和资料 咦 根据邓炳强说 就说已经收到回复了 会跟进一下研究一下 如何有下一步的行动 有没有发觉 他零零零零零零就没有 好似其他的那些 例如好像资联会那些 那么高调去说 警方国安署方面 问他拿资料的东西 他近乎一句都没有提过 相当之古怪 没有理由的对比是那么大的 我们看一看 现在根据 警方公布的资料是怎么样 月初的时候 根据港区国安法 就向高等法院 拿到这个提交物料令 要求612产无人道支援基金 还有这个真普选联盟 它本身是一间有限公司 就是在一个限期里面 要提供一些资料 包括有关他们的组织 是如何去运作资金的往来 以及多次发起众筹的详情 接下来有一个就是最重点 捐款人的资料 捐款用途 受助人的资料 以及一切和他们组织 刑运有关的资料 捐款人资料 捐款用途 受助人资料 这三样东西 一听都知道 在那些黄友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可能要给出去的 捐款人资料 我之前给你那些 那你怎么爆了出去 你们最喜欢说这些 就是说大数据 又知道 他的一举一动 安心出行 都说不敢刮 要写小纸 安心出行的资料 其实留在你手机里 你都不敢刮 或者竟然要将 612捐款人资料 给香港政府 即使给政府 知道哪一个人 是支持这些暴徒 还要捐多少钱出去 受助人就是一件事 会不会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 他们很低调地去处理 如果这些东西 玩到很大的话 一定站在那些黄友的角度来看 打死都不要背起 坐监都不要给 违法都不要给 违法达尔 你们说的 为什么你们五个托水龙 有四个已经是不方不托水龙 他那个龙就是囚犯的龙 就是坐监的龙 就是这个何秀兰 其他四个是否应该 学下支联会 怎样都不要给出来 有没有搞错 那你和出卖这些捐款人 和受助人 一样的 他给这些资料你 即使他是相信你的 现在612刹无人道支援基金 很明显到这个紧张关头 还有什么违法达尔的 那些 彩你都傻 他就不方不法达尔 现在都说了 那接着会怎样呢 其实又不用担心 警方拿到这些资料的话 其实都是想看回这个组织 可能要对一对的数 究竟是否你所说的帮了这么多人 是否真的你说到这么多人捐给你 因为他们说得出一条数 例如这个真普选联盟 突然间爆出来 就说我们暂停了 连户口都不动了 很明显突然间就不帮612 做这个入仗和出仗的动作 那是不是又和今次 要你们提交物料令 这些景色呢 所以这帮人相当之有嫌疑 相当之古怪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帮人什么众筹 什么撑手足 是不是露的 大话吧 都有成两年的历史了 我们都给少少时间 警方国安署的人员去调查 因为牵涉的东西 我觉得都很大 他们说得出叫做2.6億 究竟会不会是超过这个数 未来埋尾 整个东西都静下来 还有什么手尾筋 会不会有什么着草 会不会连陈日君都拉起来 种种的问题 我们真的要再等多些少资料 等多些少保安局的透露 我们才能够去再推敲到整件事 是怎么样 我们都不想说太多 有什么准备拉起来 其他四个 准备去坐监 终身监禁 这些留给Kiroro 最喜欢作这些这么夸张的题 去吸大家眼球 我们尽量希望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 和不同方面 他们所说出来的角度 综合分析 去推理究竟整件事 有什么可能性在里面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更加好 再沙盘推演 这件事将会变成什么呢 跟着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好 那好了 说回另一些新闻 很搞笑 我昨晚在台湾地区 按电视台的时候 看新闻 看到有些光时的旗 在记者拍照 有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说 有一帮在台港人团体 香港变成青年 正式向台湾地区的 内政部进行立案和 很搞笑 基本上就是一些 台湾里面的年轻人 和香港去到台湾当地的黑青 搞出来的东西 所以叫香港变成青年 看到这些东西 我只可以给一句祝福他们 少年你太年轻了 他们说什么事呢 在香港的国安法下 又说很多的民间组织 和什么专业工会 都被迫 停止營运 或者解散 又说很多香港的抗争者 遭到打压和逮捕 所以要在正式的力量 要继续支持港抗中 凭你这几件弹散可以吗 还有你怎样支持呢 你现在远在台湾地区 你又想学那些罗冠聪 那样 来吧 不要笑死人 这几个人 继续说香港情况非常恶劣 又说支联会的执位 遭到逮捕 又说很多的抗争者 在监狱里面 或者在法庭上受尽折磨 计协大律师公本 职工盟 这些悠久历史的专业团体 都可能被迫解散 所以要用他们正式的身份 这些力量继续奋 在台湾为香港人发声 一起和国际盟友 对抗中国的极权力量 我看到你已经笑了 老实 什么支联会 职工盟 台湾地区对这些 是一点都不明白的 什么来的 什么工会 大把 再者 近来 你说什么受尽折磨 什么监狱 又说什么很惨 什么解散 又这样那样 为什么我说大家 会笑了 你别傻了 较早前 台湾的新闻 封传 或者说的 香港政府派电子消费券 算一算 换回台币计算 有18000元 这里听到不知多开心 哇 这么好的 另外也听到 叫人打疫苗 还有一层价值超过3600万台币的屋 等着你们去抽 这些 台湾地区的市民 看着都不知几时 没有觉得 哇 好嘩然 为什么香港这么好 你还跟我说什么 要抗争 会笑死人 别人不相信 你觉得 会相信你这些 随便几件弹散 你说到香港怎么差怎么差 怎么坏 什么情况非常恶劣 不是吧 那他们的理事更好笑 又说要延续 反送中的事件的精神 更加长久 争取 维护香港人的人权 他说呢 随着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绷紧 势必会有更多的香港人来到台湾 错了 他都要去BNO组加 只是 投资移民 现在都难 申请了很多 何况会这样给你过来 如果是的话 投资移民肯拿钱出来 已经肯扔钱出来做生意做够三年了 你说是否防止你滲透 滲透 神经病 神经病 又要拿公司的计划书 或者做其他不同的证明等等 已经比起我当时的文件上面 和手续上面的要求已经多了很多 要看的 很快就看完 你说会不会用一个这样的形式 给你过来呢 就是说 因为政治迫害你 所以我给你过来 或者要怎么保护你 别傻了 这边的年轻人 你们别傻了 只不过是透过你们的口 来制造一些对中国方面的恐惧 还好笑 又说要在台湾地区继续努力 深耕 长期运作 它可以促进到台湾社会 和香港人之间的互相了解 不需要透过你的 看新闻都看到 需要看你们这几个人 还说 边城青年这帮人 会慢慢走入校园里面 进行一个小小的宣传 会持续对香港的情细 做这个叫做发声 不需要用 英国BNO组家 比你们更厉害 你们只有那几个鱼毛 虾兵蟹象 自己都没想到 可能有些网友问 那这几个人 是不是政治庇护的人 又不是 他们其实是 台湾地区读书的留学生 哎呀 真是用心读书 真是笑鬼死的 这帮人 即是按摩摩摩到这样 因为你们这帮人口说的 和台湾地区普遍的市民 在香港的角度 是两件事 一个又派钱 一个送楼的地方 疫苗多到是催你去打的 要给你奖品去打的 你告诉人这个地方是 要搞抗争 要什么活动地下化 你都瘋了 要笑死人 真是 不要在那里献丑 真的令到 香港人三个子女很丑 哎呀 真是救命 不如我们说一下 香港方面的教育 好吗 教育局长杨润红 昨天出席了一个 初中历史科电子阅读奖例计划 2021的颁奖例 他做主例嘉宾 聊聊聊有什么 也帮忙颁奖给得奖的学生 我表扬他们的优秀表现 也都勉励学生 以史为镜 从这个阅读里面发掘一下 研习历史的乐趣 希望可以从中培养到高尚的品德和情操 成为对国家有承担的新一代 今次的电子阅读都要给一个赞 香港大学方面 是他们大学里面有关部门 帮忙搞这些电子阅读的书籍 和不同的软件 Apps等等 去帮忙让大家看得更舒服 局长也说近年 已经叫做智力优化历史的教育 包括了落实中国历史在初中科 成立是一个独立的必修科 和对于初中推行中国历史科 和历史科的修订课程 做得都不错的 以我所见 是比起以前进步了 对于老师给他们的指引 也都是生动活泼了很多 大家又不需要想得太悶 也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教师专业的培训活动 就是刚才所说 要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教 让他们感受到那种趣味 如果老师也感受到那种趣味 他自然就知道 将这种趣味带给学生 会好一点 有时老师教了这么多年 会比较外板一点 这个老实说 还有制作和推出很多多元化 和学习教育资源有关的东西 另外也想提提提港岛区的区议员 上个星期宣誓 有七件被政府质疑 宣誓的有效性存在移民 要提供额外资料 据了解 他们七件都已经交了 非常准时交 没有理由不交 反正都去得宣誓 现在才来反桌 反桌之后 也会怎样呢 未来真的要辞职 都去到这个位 做到臭小子 臭女也有些做了 都不争在 交了那些资料 信里面也问了一条最尖銳的问题 就是这些议员曾经组织或者策划 或者实施 或者参与实施所谓的35家初选 多有趣 所谓的35家 即是呢 最近是什么来的 好想不要傻 你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吗 是不是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促使 若干人士在立法会选举取得过半数的议席 藉此无差别地否定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议 任命拨款申请 和财政预算案等等的议案 无论有关的议案的目的和内容 就括弧了这样 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 留着这条问题 就要求他们回答 上述的行为 怎样可以符合到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的法定要求 这条问题基本上 你怎样告诉我 1加1是等于100 这样的答案 这样的提问 你怎样回答呢 因为他们35家初选 这件事 是扣了下去 戴耀廷的真揽炒十部曲 而真揽炒十部曲 基本上 整件事的概念 就已经去一炮过 是决定到你 是要逼政府 接受你们的要求 你们是用议会过半 这件事来逼政府 什么五大诉求也好 甚至要去落台 甚至乎去到戴耀廷所说 去到第八第九步 阻紧 是会再一次 街头会发生大型的暴乱 甚至乎很多引发到茄汁的冲突 这样的 你觉得你希望社会这样的话 要去到这十部曲的话 你莫说做区议员 你想实行一件这样的事 要社会去到这样的状态 你已经是一个心术不正 邪魔来的 是吧 流茄汁的那些是你啊 有任何的损伤那些是你啊 不要在做冷气军司才行 这些大耀廷 为什麽是人渣 就是这样的 你希望社会会变成这样 就是为了所谓五大诉求 好 你是不是瘋的 所以想起这些人呢 一来就很火滚 二来都觉得挺恐怖的 教授教授教授的背后 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们又回来另一些新闻 早几日前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那些什么新beyond 15减1k那些 因为六万元的赌债问题 搞到有些冲突 冲突之余呢 后来又回来复卓 其中复卓之后又不够抽 就是原本去追债的一方 就不够抽 深夜就是一个大飞车 投文字D 不是投文字D 投文字D是山路 公路上面 红灯都不理 成龙霹靂火 成龙霹靂火 搞到 荃湾吹到下去 葵冲警署 撞进去警署的 停车场的铁杂那里 还要爬进去 找警方帮手 帮你顶住这些 入来找你复卓的人 要找他复卓的人 还直接冲进去 警署停车场 说你这样也可以 你当警方是什么 说到这个位置 有些媒体都说 这件事令到警队的高层震怒 为了打击他们这些 颜色势力的气焰 由上周四 到刚刚这个周日 俗称O记 统筹了各区的军装 便衣探员等等 一连四天 就展开泥霆授予的行动 相当势力 打击他们的颜色社会等等的活动 他们这些活动 当然和犯罪有关 说到行动期间 调动了2800多个警员帮手 突击巡查各区的犯罪黑点 发现了很多怀疑违规的娱乐场所 倒破了一个怀疑吃些不太好的东西的地方 还有13间 怀疑非法倒博的场所 拉了接近300人 这些一定要是突击 效果最好最快 其中有一天 12号 新一哥 肖扎儿 都落场 一起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所以那些什么 什么酒吧 夜店 麻雀馆 机泡 什么party房 全部都要看看他发生什么事 可以说一下 我以前有朋友他真的开机泡 他的家人有些钱 让他做生意 他问他你想做什么生意 他说想开机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喜欢打机 他说那不是很棒 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自己坐下来打机 他那个场子就比较斯文 那些来的 因此呢 你说警方会不会来 那什么黎霆素月 扫上他呢 他就说从未试过会扫上他 那个叫警民关系 都一直都是非常合作的 会进来说个hi 你是不是有问题的 和这些社团有关的机泡呢 那当然警方一早已经知道 你以为他当警方傻的吗 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些 颜色团体招揽他呢 那根据他所说 他会有时派一些 虾兵蟹杖进来呢 特意在你的场上 试试你的水温 看看可不可以先 又不会说很硬厂 再加上你也不是他们的人 也不会说某某言 向你施加太多压力 即是知道你是正经场 也都改不了做他们那种 黑咪懵 烏烟瘴气 你改不了 你喜欢干净 就不会施加太多压力去搞你 那当然 也都知道你和警方关系良好的话 都叫做可以生存到的 不过后来这个朋友呢 都因为他太过叫做 换物丧志 自己落场坏物一份 虽然不用怎么做 因为他的机种呢 不太适应这个潮流 渐渐就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那这个就小小一个故事说一下 那回来我想说多一样 就是对于没有几天前 麦当劳就宣布 脆香鸡翼 因为这个旋旗问题 就会陆陆续续 有些不同的店 就会缺货的 那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麦炸鸡 又会上场 那开始就出现了一种说法 我怀疑 是不是公关宣传来的呢 说很多脆香鸡翼的粉丝 就跑去趕着吃 吃到尽为止 因为怕迟些 要等多久才能吃 可能觉得吃完才减 或者等这段时间没得吃 脆香鸡翼就再减肥 就吃尽它 这段时间 脆香鸡翼的原产地 就在泰国 旋旗有五 在麦记门口就问市民 又说我今天专程来买的 就来没得吃 很不开心 从小吃到大的 这个脆香鸡翼 没有了脆香鸡翼之后 都不知道吃什么好 天啊 很不开心 不过有些市民 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么似 公关的稿呢 他说我会考虑 鑽食味道相近的 KFC巴辣香鸡翼 好像两样东西 脆香鸡翼好像不辣 以我印象中 所以他就给酸酸甜甜的辣酱 巴辣鸡翼就是另一样东西 很明显好像差很远 现在麦当努说会用麦炸鸡 即是鸡翠 加入它的超值损里面 还会由原价16.5 减到11.5一只 用来填补它的空缺 但是11.5一只鸡翠 都好像挺贵 为什么市民说不吃麦炸鸡呢 因为跟鸡翠的尺寸差很远 而且不是吃开的味道 即是鸡翠和鸡翠的味道不同 看到一些很搞笑 是否因为MIRROR的成员 就说去做麦当努的代言人 是否因为这样就被人吃得太多 而搞到出现这个缺货呢 又不关事 只不过是旋期问题 不是说他吃得太快 快到旋期都配不上 我想又未到这么夸张 虽然他们几位都很受欢迎 这件事先 好了 今天的芒向香港早晨暂时到这里先 其他香港的热门话题我们在未来的 今天不同的节目里面再和大家一起跟进 再一次多谢 那么多芒友向我们 芒向编辑部提供最快的新闻 让我们有时真的工作中 都可以收到这些消息 更加紧贴到香港 以及世界不同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 再一次多谢大家 还有也要多谢先 在我们不同的直播时段里面 大家踊跃的留言 令到我们的节目生息不少 希望各位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会更加快的收到消息 我们什么时候会有直播 也可以就着直播的时段 进来一起讨论聊天 谈天雪地 风花雪月 什么都行 多谢大家 拜拜